在上期视频中 我发现了一个新的装备系统 灵气 也了解了灵气的一系列制作过程 在制作灵矿采集气的过程中 我消耗了我所有的材料 不得已 我只能带着女魂师 出门寻找材料 提升实力 在和魂兽战斗的过程中 我发现了这个女魂师 好像再也不会分身了 除此之外 我还发现了魂兽的魂环 为什么会自在两个魂界 在击败了一头444年的 赤金龙二之后 在查看她的魂环的过程中 我惊奇地发现 这次又有两个魂界 左边这个魂界 是我自身五魂自带的魂界 弦灵视线 而右边的这个魂界 一开始 我也不明白所以 直到我看见名字和魂界图标 才反应过来 魂界名巨恶屠杀 而这个魂界的图标 更是让人眼熟 这不就是刚刚 这个魂兽打我所释放的技能吗 也就是说 另外一个魂界 就是魂兽自身携带的魂界 终于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有了第一魂界的加持 现在打魂兽 就轻松很多了 范围性的伤害 加上远程攻击 让我可以很安全的 击败众多魂兽 甚至都不需要女魂神 她急着去天界干嘛 到现在才吸收了两个魂环 离天界还遥遥无期 接下来 吸收魂环的过程中 女魂师又开始分身了 和之前那次不同的是 这是我好像看到的 分身是怎么出现的 第一次是我在打死一个魂兽之后 转身的一瞬间看到的 并不是从女魂师身上复制出来的 也就是说 这些分身并不是女魂师自己变出来的 而是凭空出现 女魂师自身的等级是21级 而凭空出现的分身都是10级 上次出现的也是10级 正当我以为这些分身都是凭空出现的时候 我的判断失误了 在打死一头626年的狼魂兽 并成功吸收了她的魂环之后 我又发现了一个 和女魂师长得一模一样的魂师 不过这一次 她的五魂和等级 和女魂师不同 我本来以为她也是分身 结果 我在打魂兽的时候 一不小心碰到她一下 然后她就对我穷追不舍 五魂附挺先不说 就这技能就酷炫的不行 看得我直流口水 不要忘记了 我的第二五魂就是这个审判算 按照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 只能先等她攻击 等她把魂力值用完 我再去揍她 差不多就是现在了 你刚刚打得挺爽的吧 现在该看我表演了 我的大刀早已饥渴难耐了 这将会是场屠杀 你他妈的 唉 看来 这个世界 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啊 还是要赶紧提升实力 去神价看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我和女魂师 都已经吸收了两个魂环 从第三个魂环开始 就要吸收千年的 然后是万年的 主世界的魂兽 已经满足不了我的需求 我准备带着女魂师 去星斗大神灵的外围 在去之前 我先整理一下身上的物质 你们还记得这个魂师吗 在之前的视频中 我将它推到了岩浆里面 本以为 能用岩浆 把它给烧死 结果这都过去很多天了 它还在这里 也不是说我有多恨它了 只是吧 每次我过来 都会出现 它被岩浆烫的声音 就很烦 该说不说 我现在已经有两个魂环了 解决它一个27级的 大战魂师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 不应该啊 我都打了这么久了 魂力值都打没了 它怎么还活着 当时我就很纳闷 要不走过去看看 它还剩多少血吧 中血量1042 现在还剩下1028 也就是说 我刚刚打了这么久 就打了它14滴血 对不起 是我太肤浅了 您老在这岩浆里面 好好泡着吧 我就不打扰您了 拜拜